海洋对我们地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它孕育了很多很多的文化 也是生命的一个起源 所以我们必须要爱护海洋 每年的6月是国际的海洋月 6月8号是国际海洋日 所以今年特别举办了全国性的海洋科普的绘本比赛 我们云林县在国中组以及国小组 都有非常好的成绩的表现 这个国中组是由德六国中 他们以西巴纳里干 这是一个兰语小朋友的名字 来作为绘本的一个内容述说 它跟大海的故事 另外在湖北国小的部分 是由三位小朋友制作一本 这个鹅三兄弟的请求 内容都是锁定在 我们应该要去珍惜海洋 应该要维护它的一个环境跟生态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相当具有启发的意义 尤其他们的这个诉求 包括他们的这个技巧能够得到高度的肯定 所以这两本绘本都是得到全国特优 国中组跟国小组在全国各有两个特优 我们就占了一半 所以小朋友们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老师们的指导当然也是功不可没 刚刚他们给我建议 是不是这两本绘本 我们应该要让更多的小朋友们 都能够有阅读的机会 那这一点我们会想办法来克服 大陆组刚好跟海洋这方面有一些关联 然后我想做一个利用这样的题材 然后下去唱作 对于大海的一个保育的 然后也是也对那个原住民有一些关怀之类的